一般木工跟水電想學習 分析一下兩個的特點 其實做所謂的工 做到後來你要能夠當一個領導者 Leader 你要帶團隊才能夠賺比較多的錢 你帶團隊到處去接工作 你只要負責去發號司令 不是每個人都適合當 組織跟領導的人 他可能就是只適合自己一個人默默做工的話 兩個特點 雖然木工現在很多東西被系統櫃取代 但是木工他其實 他的基本市場是還在的 那水電的有些東西 可能漸漸的因為一些工法跟材料技術的變化之後 未來是不是會有這麼多水電的工作 可能會簡化 我覺得有可能 所以你要我比較哪一個比較好 就是木工可能他的 未來的市場面可能會比較長遠 然後會比較大一點 那水電也是 他還是有一個不可取代的地位 他也是很重要 但是未來有沒有可能 因為科技的變化 或者工法的改變 可以讓很多水電的東西 可以變得比較彈性化 這個就 不可說這樣子 因為我之前也是一直在 在看一些新的工法跟做法 其實也有可能未來走向 會比較彈性一點 所以很難講說 哪一個目前的市場水電來講 是比較缺的 木工當然也是很缺 不管哪一個工種都很缺 現在台灣真的很缺工 因為斷層的關係 大家 早些年呢 就是以科技人為主 科技新貴嘛 然後後來呢 這前幾年又到每次過年前又來個 每個新聞台就播 台中某某牛排館 有99個月的年終 哪個餐飲業又是幾十個月的年終 你們知道那個新聞是被做出來的嗎 因為 為什麼要報這種新聞 之前 我有一集影片跟各位講過 那個只是噱頭 因為 當 新聞去報他的這個店的時候 他店就紅了 免費打了幾百萬的廣告 好幾台新聞台來採訪他 其實只有老闆自己領99個月的年終 員工 你去問員工誰領到99個月的年終 鬼扯 怎麼可能 這個操作手法很粗 很粗暴 也很 很low 可是就是每年都有人這樣報 所以就很多年輕人跑去投入餐飲業 但是就是沒有人報 這些做工的師傅 其實他們 很辛苦 但是他們賺的錢 不會比一般正常上班的人少 這樣 如果你真的做的很長久 其實真的真的 會賺的 很穩定啦 你技巧 學會了 你如果還有辦法再教會其他人 然後這些人跟你組合成一個團體 當他們的領導者 帶著他們一起去做 這樣就可以把事業做大 我分享我一個案例 有一個幫我載垃圾的師傅 載垃圾的師傅 他載我一車垃圾 一萬多塊 我每個月叫他大概差不多六車 然後 他有三台車子 每一天 每一台車至少要跑兩趟 最少兩趟 最多三趟 送到垃圾場處理 要垃圾處理費 他一台車近賺三千塊好了 他一台車跑兩趟 三台車六趟 一萬八千塊 你以為做做工的 去載垃圾的 看他穿的破破爛爛的 你瞧不起他 我不敢瞧不起他 我都叫他大哥 所以不要看不起別人 人家專業有他專業的地方 真的 我對每個師傅 我都是很尊敬 很敬重的 不要瞧不起做工的人 這是這幾年都把 做工貶義的很低 這樣 都說他們叫做工 其實他們不叫做工 他們是師父 即便在垃圾 我也都叫他師父 就是 這種東西 當你把他 貶義矮化了 你就會覺得 這工作很 很低賤這樣子 然後就很多人就覺得 喔 你是做工的 大家就把你 就 把你降級這樣子 我從來不會這樣做 好